然后呢成了上海 平方球纪录部的选手 所以呢他这次呢就回到那儿去了 漂亮高 但是他打球呢非常的流畅 特别是节奏感掌握得很好 该快啊该慢啊 而且移动的幅度很大 就是赢了12场输了7场 低分的是160 从纸板的角度来看 你可以看到啊 他个子这么高 看起来动作定时 好像看起来不快 但是呢总能赶上 而且动作幅度纸板的又一个类型的大方 可以说也是在的 又是一类一类型 今年呢他是22岁 互动啊这这几条 大家可以看到 多待那么一两天来增进感情 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 洗心的他这个整个的身高啊 比较高大 另外呢正手非常的精力 对他发球啊 他等等就比较比较容易适应 漂亮 就要豁出去 所以一个创造奇迹 你就必须用奇招 你不能按正常的状态来走 国家队教练秦志简啊 都专门赶到廊坊的霸州 到那去 给霸州海润青蓝球纪录部的二线三线的选手进行了辅导 不仅仅是说打这个球 而是更重要的呢就是有培养的任务啊 有很多青少年的后背人 非常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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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 第四板 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 只有弧弦球 它是最 而没有弧弦球 你使足了力 你力越大 这个弧弦呢就越好 和这个亚洲 我们中国啊 在这方面可能是 他处于这个领先 除了他适合这个亚洲人的这种特点以外 就是中国的乒乓文化非常深厚 领导人 都打乒乓球等等 对对国人的健康起到更大的作用 这确实是一个能力 那举心呢 现在实必有领先 在前不久呢 这个上海啊 郑敏之 这个如果中国过强 人家讲话呢 可能 但是呢 我们也希望呢 有更多的国家呢 能和中国队 形成对抗 陆续呢 将包括这个 徐生生 国球为国民健身服务 他要向这个地方转型 那么 中国新学体系 蔡政华呢 也是非常重视 蜆蜂球的全民健身 所以我们近期呢 可能要策划一个大型的全民健身的乒乓球的一个赛 博海银行天津的 打了 剩了15场 输了4场 三季初号 剩了11场 输了8场 马林 剩了12场 输了10场 延安 剩了13场 输了7场 王立琴 剩了12场 输了阿龙这个俱乐部 宁波海天素鸡 是打了 11轮 赢了10 赤了 赤了 赤了10场 只输了1场 然后就是许新那队 上海金麦池 哦 这球太漂亮 赢了7场 输了4场 天津博海银行 赢了6场 这个球 现在发力都打到了 这就是发展 这就是进步 比别人快 所以快速当头 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讲的是 快捅狠变转 也有一些建议 要加强这个 拼超联赛 这个西游池呢 也使得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可能和市 河北的18岁小将 成金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苗子也不错 这是现在第一盘 喜新呢 是3比0取得胜利 然后王立芹呢 又取得了第二盘胜利 上海呢 又装打 又取得胜利 所以这样上海 金麦池 就以3比0 战胜了 河北八州海润 提拔球俱乐部 好关注朋友 那么 到这儿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 比赛就结束了